婚姻东一辈子娶了三位妻子,育有13个子女,其中儿子10人。 这也直接导致了婚姻东孙子孙女众多,家族人丁亲旺。 在众多孙子孙女中,霍奇刚知名度最高, 并且他与跳水女王郭晶晶的婚姻让人十分羡慕。 只不过,从霍奇刚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他要走一条从政之路,那么在婚姻东众多孙子中, 谁会成为家族商业王国未来的继承人呢? 这个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婚姻东大房次子, 霍正桓的小儿子,霍奇文。 为什么说霍奇文会是婚姻东家族商业王国未来的继承人呢? 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为什么霍奇文会是霍英东家族商业王国未来的继承人? 这与霍英东生前的安排有一定的关系。 1978年,霍英东就列下遗嘱, 只允许大房三子经商, 二房跟三房的孩子只能从事律师、医生等工作。 2006年,霍英东去世后, 大房长子霍正廷接手了家族的体育事业, 大房次子霍正桓接手了家族的商业王国, 大房小儿子霍正宇则接手了家族的高科技产业, 和邻居了霍英东晚年新血的南沙项目。 霍英东的这个安排, 意味着霍家真正实权的掌门人是霍正桓, 毕竟霍家的商业王国在他手上。 当霍正桓将家族的商业王国进行交接时, 他会是给大哥霍正廷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孩子? 大概率是给自己的孩子。 那么霍正桓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名叫霍启忠, 小儿子就是霍启文。 按照掌幼有序的传统, 即使将来霍正桓要交接家族的商业王国, 也应该是交给霍启忠, 为什么更大的概率是交给霍启文呢? 因为霍启忠太不珍惜了。 可以说霍启忠是霍英东最不珍惜的孙子, 他曾因为罪嫁撞到了栏杆, 背叛社会服务令, 还曾因为在家中藏毒被抓。 如果不是他的父亲霍正桓, 发动自己的朋友帮忙, 他都不会被保释。 这样一个存在污点的儿子, 想要成为家族商业王国的继承人, 可能性非常小。 与霍启忠相比, 霍启文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形象好,积极向上, 对商业有龙控的兴趣, 对自己有着严苛的要求, 并且非常重视对家族声誉的维护。 虽然霍启文是霍正桓的小儿子, 但是霍正桓以及霍英东都没有教惯他, 反而是从小严格要求他。 霍正桓会直接对他说, 有些要求不要靠他, 要靠自己。 霍英东则是对他进行 带有军事色彩的教育。 在餐厅里, 霍英东会突然让他站起来, 蹲马步给他看, 以检查他的体能情况。 踢足球的时候, 霍英东会将篮球代替足球, 让他踢,以锻炼他的力量。 甚至在电闪雷鸣的天气里, 霍英东会让霍启文去游泳。 但霍启文游到没有力气的时候, 霍英东还会让他继续游。 当游完回家, 年幼的霍启文边哭边吃饭。 多年后, 霍启文对爷爷霍英东强制自己游泳, 表示了理解。 他对媒体说, 爷爷因为两个哥哥在年少时溺亡, 因此要求每一位霍氏家族的成员 必须学会游泳。 在父亲和爷爷如此严格的教育之下, 霍启文变得很自立。 15岁时, 他便前往英国读书, 他想成为和爷爷、 父亲一样的商业强人。 只是经历太多风雨的霍英东 并不希望后辈继续从伤, 他希望他们过上简单平凡的生活。 有一年, 在做完肺癌手术之后, 他亲笔给远在国外的霍启文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 霍英东对霍启文说, 他不是他, 没他那么厉害。 他劝诫霍启文不要像他那么冒险, 因为他能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 还有世界的发展, 天时、地利、人和。 只是霍英东霍振环的影响 已经渗入霍启文的骨子里, 他要追随他们的足迹。 一看的是, 霍英东没有看到霍启文在商界闯荡的成绩。 2006年, 他因病去世。 在霍英东的葬礼上, 霍启文被安排手捧霍英东的临位。 2010年, 霍启文22岁, 他拿到了英国伦敦大学金融和会计的双学位。 彼时, 他计划在国外的投行工作5年到10年, 等于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再创业。 就在两家投行向他申来橄榄枝时, 他的计划被父亲霍振环打乱了。 因为家族企业事情多, 还缺人。 霍振环希望霍启文回到自家公司工作。 面对父亲的邀约, 霍启文进行了深重的考虑。 他想到了爷爷, 最终他决定回国。 因为他希望可以像爷爷一样, 用一生的精力、 能力去参与国家的建设, 为社份尽一份力。 回到香港后, 霍启文在霍云东集团负责香港物业租赁, 内地房地产开发和财务等工作。 为了让家族的旧业务在新时代产生更大的价值, 他改变了一些物业内部的业态布局。 经过长时间的腾龙换鸟, 很多旧物业重新换发了生机。 霍启文的表现, 得到了父亲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除此之外, 霍启文还参与到了南沙的一些事务。 到了2012年, 霍启文正式涉足家族的地产生意。 他参与了家族开发的 广州翻译南天民怨地产项目。 对于这个项目, 霍启文非常认真。 他从图纸设计, 财务税项, 原料采购, 施工进度, 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 房地产开发的每个环节, 他都亲自落实跟进。 有人问他, 为什么如此认真对待这个项目? 霍启文回答, 以前爷爷做房地产时, 在市场规模和口碑方面, 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他的意志, 把南天民怨的口碑做好。 他还说, 一个人投资到房地产的资产, 在个人财富中占比很高, 那就应该得到相应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去改变。 就在大家以为, 霍启文全身心投入家族企业时, 他选择了创业。 2015年, 在负责家族的一些项目的同时, 霍启文决定创业。 创业之火在他心中从未熄灭, 他选择进入跨境电商领域。 2016年4月, 霍启文的自由行跨境商城的线下实体店, 自由行体验馆开业。 霍启文开始了创业生涯。 面对媒体询问为什么要创业, 霍启文回答, 虽然我们这一代的创业环境更好, 拥有父辈积累下来的商业资源, 但我仍希望能够像爷爷一样, 白手起家, 自己闯出一番事业。 并且为了提升自己, 也为了积累人脉, 在2016年, 霍启文报名了马云的湖畔大学, 得到马云认可的他, 成为了湖畔大学第二期学员。 遗憾的是, 因为政策收紧和团队管理的一些问题, 2018年6月30日, 自由行跨境商城, 停止运营。 对于这次创业失败, 霍启文坦言, 创业一点都不容易, 这次交了不少学费, 自己上了一门宝贵的课, 不过这些挫折, 并没有打倒霍启文。 2018年年底, 他再次回归电商行业, 组建了新的团队, 在广州创建, 代言争选品牌, 以跨境电商加社群的模式运营。 他为此, 还在2018年5月, 搬到广州的南天民院居住, 每个月只会香港三四天。 如今, 该项目已经进入正轨, 运营得很不错。 在2019年3月, 从湖畔大学毕业后, 霍启文回顾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他说, 三年前, 我带着满腔热血, 投身在陌生的互联网行业中, 可想而知, 这迎来的必然是重重困难, 但幸运的是, 我至今还坚持着年上的创业梦想, 绝不会轻易放弃。 霍启文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在事业之外, 在感情上的霍启文, 也不像家族里的一些兄弟一样, 一地鸡毛。 在感情上, 他很低调, 低调到大家都不知道 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甚至他的绯闻都可以说, 不算是什么绯闻。 2009年, 霍启文和赌王的女儿何超云 一起吃了顿饭, 于是港媒猜测, 霍启文和何超云可能有故事。 可是后来两人没有怎么见面, 故事也没有产生。 在何超云之后, 有传言说, 霍启文与李明珍可能有故事, 而这个李明珍也不是普通女孩, 她同样出自豪门, 父亲是李国能。 就在大家胡乱猜测霍启文 和李明珍的关系时, 2017年, 有媒体拍到霍启文和十八线女星 王秀玲一起从尖沙嘴的夜店走出, 王秀玲还到霍启文 位于九龙区的豪宅待了两个小时。 这时, 大家才明白, 原来与霍启文有故事的是王秀玲, 而不是李明珍。 当媒体询问霍启文与王秀玲的关系时, 霍启文直言, 她是好女孩, 默认了和王秀玲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 对于霍启文对王秀玲的这个评价, 很多人并不认可。 因为在香港, 王秀玲是很有名的绯闻女孩。 她和艺人郭富城, 西廷峰, 黄晓明, 富豪曾文, 庄家宾都传出过绯闻。 霍启文的母亲陈琪琪, 也对外表明了对王秀玲的态度。 她说她不认识王秀玲, 还说王秀玲和霍启文只是普通朋友。 得不到霍启文母亲的认可, 霍启东家族又极其重视家族的声誉, 绯闻满身的王秀玲想加入霍家非常困难。 而在2019年, 有传言, 霍启文和王秀玲已经分手。 不得不说, 这对于其他好门子弟而言, 霍启文这几段虚无缥缈, 似有似无的绯闻, 简直就是小儿科。 那么会不会有一件事, 让霍启文宁愿败坏家族声誉去做呢? 目前来说没有。 霍启文坦言, 我所拥有的东西, 更多都是因为爷爷, 因为爷爷的原因我才有, 爷爷的名声是家族的最大光荣, 我不能因为我的个人事情去影响他的声誉。 因此, 这样一个洁身自好, 努力上进, 还喜爱商业, 重视家族声誉的霍启文, 在将来要是成为家族商业王国的继承人, 也就不足为怪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